沙漠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适合生物类生存的环境之一了 但是在沙漠之中 却行走着一部人 他们不是这里的居民 他们就是我们国家的制杀人 大家都知道 我国是沙漠面积最大的一个国家了 沙漠的治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制杀最为成功的国家 很多国家都想来学习我们的技术 甚至想让我们去帮他们去制杀 通过我们国家的制杀 我国的不断努力 我国的环境正在不断的变好 沙漠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好 在不久之前 甚至在沙漠之中都出现了湖泊 在沙漠中出现湖泊 可以说是沙漠中的奇迹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湖泊被我们叫做千泉湖 原本是一个沼泽 但是在雪山不断的融化下 渐渐形成了湖泊 但是因为这个湖泊的存在 自若了周围的土地 使将近三万亩土地宠换新生 极大的改变了周围人的生活 现在这个湖已经成为 当地重点保护的团了 也为制杀人们带来了便利和方便 可以说我们的全面制杀 在走向成功 沙漠中的出现湖泊 仅仅是一个开始 相信不久 我国的制杀会走向全面成功